亚伯拉罕说《吸引力法则》人生的秘密系列 第二课 人间天堂 Ibrahim Hicks 翻译与制作Beloved Way 幸运的你 云利利维 老师你好 我的问题是我一直在读一本叫Urantia的书 这本书被描述为《第五纪元启示》 不知道您是否熟悉这本书 因为它在我心中引起了共鸣 同时您的教导也在我心中有所共鸣 但你以前说过天堂不存在 所以现在我对天堂是否存在有点困惑 其实我们如何对待你的见解和想法都是无关紧要的 换句话说 如果你正在阅读一些让你感到不舒服的东西 你感到的不舒服是给你的一种指标 表明你的内在源头高我 并不一定与所写的内容同感一致 并不是那书上写了什么 而是你对所写内容的看法 在你们这三维的物理时空中 现实生活会呈现出许多不同念的表现方式 你们中间没有两个人的感知是一模一样的 但人类彼此之间通常想做的事情是 你们会非常非常的渴望有人理解你的观点 我们希望你能够把这个向往从你生命中删除 因为在当你试图以一种方式向对方解释自己 从而获得他人的同意时 你正在训练自己远离你原生高我的导航系统 你在训练自己远离你的成长和扩充 生活经历会使你不断地成长 而当你因为想得到他人的赞同而远离这种扩张的时候 你一定会感到不舒服的 我们从未见过你们中 有人能百分之百地拿着别人所创作的事物 不见任何改变 而说那些东西是与你完美匹配和同频共振的 这并不是你投身到这个肉体的前提和目标 你投身前从莫说过 我这辈子唯一目标是找到正确的道路 跟正确的伙伴一起走在正确的圈子里 去说和做正确的事情 这不是你想要的 你是创造者 你说我将勇敢地去走一回 我将把所有人生经历好坏对错混合起来 从中我将领悟到我的个人意识 因为你在进入这肉体之前 你已经成为了你自己 你的漩涡场中已经有许多东西让你知道了你是谁 你是一个懂爱的人 你来到这世界的那一刻 与这辈子的目的全都是来爱的 记得吗 当第一次你找到理由去恨一个人时候 你是不是由心感到一种不自在 这是因为你所感到的恨与指挥爱的高我产生了不和谐 因为无论你怎么认为自己的恨是情有可原的 是因为别人对你不公正的对待 而造成你理所当然的愤恨 不论你觉得自己多有理由 你内心源头与高我都不会参与那种仇恨的 由于人类三维所处的环境场所 个人经历存在着许多不同的方方面面 所以人类对非物质的谈论与理解也远离事实 许多宗教的教条都与宇宙真密相差甚远 大多数宗教都说你来到人世间是给你的一种考试 这不是真相 大多数宗教都说人类是低于至高无上的神明 这不是真相 大多数宗教把你从宇宙源头高我孤立和分离出来 让你对自己的行为受到谴责和惩罚 这也不是宇宙真相 宇宙源头高我只有爱 没有评判 你要学会用自己的感觉来衡量你是否与宇宙源头在同一个漩涡场中 宇宙源头就是一个字 爱 当你没有以爱为原心去做行动决策时 你会感到内疚 这是因为这时的你与宇宙源头频率有了差异 你暂时离开了高频漩涡场 同样 每当你感到没有被爱 孤独不快时 那种糟糕的感觉 正意味着你又与一直无条件爱着你的宇宙有了贫差 如果宇宙源头不是一直同样不爱着所有世人的话 当你责备他人时 你心里也不会感到那么糟糕 你的感受正在清楚地告诉你 那时的你已经暂时离开了大爱的宇宙源头 所以当你清晰而积极地去认知你自己的导航系统 你可以在任何时候 感知到现在的我是否与宇宙源头同频 当你看到一个小孩子的时候 你将用宇宙源头的眼睛去看待这个孩子 你的心中会一满无尽感恩至爱 你可以感受到那一刻你对那小孩的看法 一切与想法跟你内心宇宙源头的高 我竟如此同频共振 那时的你就已经成为了宇宙源头最完美的完成品 这种感觉就叫做正向的情绪 就在这当下 在这个时间与空间中 你感觉越好 你就越在深与完成你内在宇宙源头的使命 你越感觉糟糕 就越说明你远离了你的高我 你也将越渴望重新与高频的字迹共振 我们在你们世界的图书馆 和你们世界的数据库中不断地寻找共振 但我们不会做大多数人类所做的探索 世上的人一辈子四处奔波 最可惜的是他们竟从未能意识到 他们自己就是创造者 用振动频率来创造事物的创造者 他们把注意力全都集中在前人所创造的振动结果 把他们的整个生活 都基于那些他人所创造出来的物质成乡 然后他们会对这些成乡进行分类和批判 这些是好的 这些不怎么好 那些是可怕的 我们相信的宗教对这些事物觉得可以接受 而对那些事物觉得不妥或是完全不合适的 最后还造出一个虚拟 远在天边叫天堂的地方 而宇宙真相是 你在生活中感受的天堂或地狱 就是你与宇宙源头得到共鸣或感到缺乏之差异 是你与宇宙对齐 还是你选择了远离你内在源头的天地之别 你知道吗 宇宙源头永远不会离开你 在你投身与着肉体时 你并没有失去与源头的联系 源头就在你身边 但你可以选择一些使你与高我分离的想法 你也同样可以选择与高我对齐的想法 当你一旦认知到你是可以选择过上与宇宙同平一致的生活时 你就会发现这人间天堂 从我们的角度来看 地球上的天堂就是当你能对身边的人事物 先做一些筛选和一些对比 然后去观察自心什么时候出现一些负面情绪 你们的情绪便是你们生命中最棒的导航系统 负面情绪不但能指导你什么时候偏离了轨道 更重要的是它能让你知道自己真正想要得到什么东西 当你想要的东西与宇宙源头产生共鸣了一刹那 你的愿望就以心想事已成了 它也将会显现在三维空间 你要懂得你所感受到负面情绪的唯一原因是 因为你正在扩充正在成长 这就是人间天堂 当我有意识地去观察我内在的情绪 我的指导系统 这使得我可以去找让自己感觉好一点的想法 让自己快乐一点的事物 我可以给自己一些放松和解脱 人们把这称之为宽容饶恕 我们称它为重新对齐 是释放阻力 是与我的内在源头达到同频与共振 现在的我又回到共振状态 现在我的网格被爱填满 现在到处都在发生美妙的事情 最好的朋友与我交流 智慧的谈话 我的身心都健康并充满了活力 我处在一种幸福感 一种狂喜之中 我生活中所有的事物 都那么的美 曲曲折折的人生 小路风景依然 我处在漩涡场中 所有美好的东西都是我的 这是你周边的人 也许正在重复念叨着 生活是不好的 生活是痛苦的 生活不好 生活不好 但我听不见他们 我不在他们的低频震动附近 我过着纯粹的正能量 我以我自己的方式 自由自在的生活 并作为他人幸福的榜样 而当其他人进入我的生命经历时 或许是我原生家庭的一员 或许是我嫁给的人 或许是我的同学或朋友 当他们跟你说 为什么你的脑袋总高高飘在云里 你有什么好高兴的 你应该在这地上 与我们一起生活在现实中 你应该去筛选和整理生活中的东西 你应该更多的感知与赞同我们大多数人对生活的看法 但我们告诉你心想事成的秘密 你不能获得任何你感知之外的东西 当你把自己调整到幸福快乐的频率上 那时所有幸福快乐的事就会展现在你眼前 如果我们是你的话 我们将不再一次次的反复筛选周围事物的好坏对错 我们会把所有的精力和注意力 集中在每时每刻都去有意识地寻找那些最佳的感觉 当找到这种感觉后 我们将会继续不断地调整自己 让自己不管外界是风是雨 依然沉浸在允许幸福的频率之中 我们将成为世人的模范 当别人看到我们过着幸福快乐 人间天堂的日子时 他们就会明白我们过着我们一直在谈论的 通过自身清晰的例子进行教学的那种幸福 记住两点 一创造是无止境的 你永远完成不了宇宙无限的创造之使命 二在创造中你永远错不了 你永远不会出错的原因是你永远完成不了创造 假设你正处在人生不顺的一处 你感觉不太好 并且你有充分的理由不开心 因为某件事让你伤心了 这使得你要观察到你的情绪已经失控了 你要马上意识你感觉不好的原因 是现在的你莫有与爱同频 如果爱不存在的话 你就不会感到如此心痛 如果宇宙源头中不存在那一份最适合你的爱 你也就不会感到孤单寂寞 记住感觉是人类最精确的导航仪 跟着感觉走 把注意力放在让自己感觉最快乐的人事物上 以爱为原心 与高我源头同频共振的你 将每天生活在这美妙的人间天堂 翻译与制作Beloved Way 幸运的你 Amy Lee韦